我们家有多了一个女儿 怎么抱着一个感人的心 是吧 你对你儿子什么样子 对你女儿什么样子 你就对他 要学会包容与意见 年轻人有些 你老家说看不惯 你看不惯 你可以为什么 你站在他们角度 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你哪一点看不惯 是你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年轻人的问题 你没有意思说 是吧 张大作为婆婆 真的很好了 大人大爱是也很好 两个都是通行家里的人 相处起来完全没有矛盾 这次张兰在给小姐妹 讲述相处之道时 讲到了要把媳妇 当成女儿来看待 如果看不惯 在年轻人的一些做法 那就是自己的问题 没有迷失聚心 这种思想真的很棒了 婦朝欧也表示三通 把兰姐当成自己的榜样 我第一次见到小辈的妈妈 就是我婆婆的时候 也是这么的突然哦 有告知吗 没有告知 可是突然之间 她妈妈就来了 她此不承认 是她约她妈妈来的 但是那个我婆婆 她就有那种说 那天小飞就 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 你趕快过来一下 什么的 然后我就知道了 然后我就知道 汪小飞这个人很贼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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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